他们还要耍新花招 当我研究了 为了麻痹敌人 阿夏河口仍然有你们三个人把守 红卫兵们 要揭开阿夏河的秘密啊 懂吗 懂 来 我们要学习小红军 跟着毛主席 把红云风的战斗进行到底 走 那边 皇家 看到青山大叔了吗 听见这个嗓儿 一定是来报喜的吧 算不下天进 只天下三天 瞧 这么多的木材 都等着从阿夏河里运出去呢 秦山仪 打通阿夏河 还能快一点吗 小言 听见了没有啊 动作慢了 可当心挨板呢 放心吧 万事其美 只限东风 后天结我一般奖了 好消息就上广播了 好好好 再见啊 辛苦啊 大亮 你看我像个伐手不 大亮 佳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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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山爷叫我们在这儿麻痹敌人 你说 坏人还敢来吗 咱们白天黑夜的手着 他还敢来 咱们可要提高警惕 对 提高警惕 这回呀 就是再来十个挂挂机 我也不上当了 好啊 从今天开始 我们晚上不在外面站岗了 那怎么行 要是有人来偷木头 我们怎么知道呢 扎西 有了 有什么 什么有了 待会儿再谈这个 亲说站岗的事 扎西 你把马铃铛摘下来 干嘛 装个警报器 嘿 扎头木头的坏蛋了 叫呛不上 好了 红卫兵优待不拢 大亮 你的点子真好 说干就干 我来占马铃铛 我去查过领亲丝 亲丝 不用了 我去哪 哪去哪 你不用管 马队长 阿虾河的原木钱 你那份我给你存着 省得你乱花 让人看起来 辛苦了 留了晚上喝两重 六十度 柳啊 刚才你的调度室 还没有说完呢 老胡干嘛 非要今天亲自来呀 现在风生惊了 上回那批木头 人家一个劲的长 老胡干嘛凑这个热闹 他不来不成啊 山下头啊 让人查出个大漏洞来 现在得赶快拿提货去赌 老胡的胃口也太大 一个法子的军用木 叫我飞过阿虾河去 啊 木头运不出去啊 老胡可翻脸不认人呐 到时候咱们大家都没好果子吃 阿虾河过不去呀 现在还是那三个娃娃守着 这还倒有点希望 你可别小看他们啊 他们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长大 阿虾河这些娃娃 这儿可厉害了 大人倒叫娃娃给制住了 柳娃 说句心里话 我马上的看了这么多年的老林 过去是满山的木头看得见 捞不着啊 如今官儿虽不大 油水可捞了不少 我这好日子刚开头 就这么完了 咱弟兄俩 不能让这三个小猫孩子 坏了咱们的世界 阿虾河 一定要掌握在火门手里 老马 你说 柳娃 咱们得干下去 只要我老马混过这一关 就有你吃香喝辣的 来 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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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啊 啊 我在家里等老胡 别人问起 你就是